国台办日前宣告惩戒五位台湾名嘴 这五个人几乎都有经典绰号 比如说大陆吃不起榨菜的榨菜歌 大陆吃不起田鼠啊 田鼠歌 大陆人都住土房啊 土房歌 大陆高铁没靠背了 靠背歌 他们都有共同特点 就是胡扯 造谣 所以国台办惩戒的理由说得很清楚 因为编造大陆的虚假负面信息 传播对大陆的抹黑重商新闻 讲白了就是传播假新闻 绿营的这些胡说八道很显然的 当然是让台湾人越来越对大陆的不信任 畅衰 进而就影响到对大陆的负面态度 就是因为这些绿营的媒体 不断地在丑化跟散播不实的讯息 就会形成一个循环恶果 就变成台湾多数都没人敢去讲大陆的好话 都没人敢去讲大陆的正面讯息 那么媒体一看 那讲了也没有收视率 所以媒体也就不愿意去讲 那台湾也没人信 越没人信 越没人报道 那越没人看 自然而然在台湾跟大陆有关的正面讯息 就只会越来越少 在台湾对待真相的态度是不平等的 蓝营对绿营造谣 绿营告蓝营 蓝营是官司 绿营对蓝营造谣 蓝营告绿营 最后不起诉 不管谁造谣都可能会被告受惩罚 但是绿营对大陆造谣抹黑 没人会告绿营造谣 而且也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对大陆来说当然不公平 对恶的沉默和纵容 就是对善的不公与伤害 于是大陆出台惩戒措施 民进党被制裁了之后 还在高喊言论自由 就是最大的笑话 因为这些人被罚 是因为他们造谣跟抹黑 本来就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那说大陆高铁没靠背 穷到吃不起榨菜 这个只能吃田鼠 这种造谣的言论 难道是民进党所要保护的吗 还是他们要保护的 就是大家把它当娱乐节目来看待呢 不是不能评论 而是民进党都是乱评论 所以这样的言论呢 当然是大陆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大陆给他们制裁是刚好而已 而对民进党或者讲说 对这些独派的媒体人来说 因为还没有等到一些具体的制裁措施 所以现在呢不害怕 但等到未来如果制裁的措施出手了 那么这些人呢 真的是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认为这五位名嘴可能是短多长空 短时间来看 哇他们收视率很高 但未来呢不一定 其实刘宝洁本人没有那么独 纯粹就是收视率考量 韩国瑜红就捧韩国瑜 后来呢2020就打韩 骂过民进党也骂柯文哲 以前这个节目主要还讲外星人 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 什么有流量就聊什么 但是在台湾骂蓝骂绿 都会有一批人不满 只有骂大陆又有流量 大陆还管不到我 所以这个节目就来骂大陆 讲到这你就懂了 表面上针对名嘴和主持人 实际上也是敲山正虎 敲打的是电视台 所以未来这几个人的通告 有没有可能慢慢减少 或者电视台黑大陆的比重 会不会逐渐降低呢 另一方面 这一种极端偏激的绿营媒体人 收视一旦更高 在短期间内会发生什么 就是大家有样学样 跟着想尽办法去抹黑大陆 哎呀你能说大陆吃不起榨菜 那下次下次我干脆就说 大陆穷到喝不起水了 或者说大陆已经没有空气了 大陆没有阳光了 未来这种胡说八道的青蛙 一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以后 媒体版面都是这些低能 低智商的言论 结果台湾民众上抖音 上小红书一看 发现他胡说八道 风信力就更低了 可是有些他就不上抖音 不上小红书的民众 就会被洗脑啊 该怎么办呢 他们已经被洗几十年了 还用在乎他们吗 所以绿营内部的舆论会走向弱智化 绿营里面也有几个 可能稍微讲点逻辑 意识形态不那么重的 结果发现要造谣 要当青蛙才有流量 那么大家就争相竞逐 挖井比赛 看谁挖井挖得最深 久而久之啊 比较理性的人 在绿营根本待不下去 就能起到 让一整个党都变成弱智的功能 有人说不对啊 这个现在不就已经都是弱智了吗 不不不能这么说 如果绿营的智力值 能从平均十一降到零 可能对台湾也是件好事啊 而且最关键的 国台办说 将出台法律措施 依法严厉打击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行为 会出台逞毒的法律措施 一网打尽 罚到他怕 罚到他痛